《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好 知不前顧後 又是星期六 今天沒有Jacky Jacky好像不舒服 Jacky話說這個身體抱養 所以今集我請上一位客席主持Ricky上來 幫幫忙做這一集節目 Ricky 你今天有黑色衣服 今天有黑色衣服 是啊 雖然我的黑色衣服的圖案不同 但是 仍然只有我這件黑色衣服的圖案是甚麼事 羅馬數字 VIIV 1.6 1.4 大家記不記得 22年前的今天 到底 中國發生甚麼事 今天應該是遊行的 當時應該是在天安門的時候 為何我們不突然尖馬 就會趕到過去六四 好像風馬牛不相鋼 因為我記得昨天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共有五近 有個叫做報哀音的活動 是的 因為昨天我也特意去拍了一些片 也跟他們談過 為何他們會選擇做報哀音的形式去做呢 亦都是在待會的那個訪問片 和他們當時的活動片段裏面 都可以讓大家看到 不如我們現在先去一條片 我們先去一條片 嗯 是的 很厲害 你今天在做甚麼呢 我們今天在做一個六四的報哀音 是做一個街頭對於六四的悼念 無論你 始終都看不到我 仍然無敵 我有我的根據 是錯誒也不光光 活著變精彩 活著就會精彩 我們不想死 我們都想好好地生活 生存 因為我們還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 或者一班人的死 能夠令到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那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信 人將去意 奇而也事 了將去意 奇明也愛 別了 愛人 寶祭 寫不下你 也不得不公衷 別了 父母 請原諒孩子 尊孝不能兩全 別了 人類 請原諒我們 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暴衷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 必在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一九八九年 天安門廣場 絕食酸 為何你們會選擇用報哀音這個形式 因為我覺得其實報哀音 紀念六四這件事 不單單是在維園 甚至是六月四號 而是每一天 甚至在街頭都可以做的事 各位老虎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今天在這裡 有一個為六四天安門死難者的悼念儀式 會在這裡進行 我們來到街頭上去做一個悼念 是因為他們在他們家鄉 他們死的地方 到今時今日 都未能夠有一個真真正正公開的悼念儀式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街頭上 和大家一起去紀念他們 去讓他們知道 他們即使死了二十二年 但是我們還沒有忘記 我叫魏志達 當年我五歲 從小到大 無論在學校或者在家 都絕小提到六四這件事 我希望今天在這裡的朋友 回去和你的子女 講一講當年發生過什麼事 告訴他們聽 什麼叫真正的愛國 我叫李偉信 當年我五歲 我只記得當年周圍都聽到一首歌 這首歌的歌名叫做《為自由》 給我們一首歌名叫做《為自由》 慢慢我們有歌唱 慢慢我們有歌唱 一起來就做我願的 為死的利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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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 当晚我没有过错,当晚我没有过错 一是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 我们的企与我感到奉起 春月应流去天堡土地 当晚我愿望有一天,有一天 世界永远有你 书里有我,还记彼岸 最满几路在晨世远方 最好自己永在深海 听我说,我从不算空 我上山上,水面再上 我上万岸,水面去追 我上山上,我中难去 生命远有你,不死的勇气 我从不算空,我与你 从不算空,我与你 我上山上,水面再上 我上山上,水面再上 我上宽我便随意去追 我上山上,我中难去 我上山上,水面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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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山上山上,水面再上 其實你們今天這個活動是第幾次出街頭做這個苦哀音呢? 我們第四次 我們接下來5月28號、29號都會有演出的 3號、4號都會有演出的 接下來星期六日會在哪個位置呢? 星期六日會在上水新都廣場 星期日就會在銅鑼灣行遊專用館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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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黃美麗已滿之涯 有香又白人人狂 讓我來正義在下 送給別人家 送給別人家 我們希望將89年的精神 和當年死難者 學生的心志 送給在場的每一位朋友 我們踏出了第一步 來到街頭 去報給你這個哀音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在你生活裡面 踏出你自己的一步 你知道這件事的 請將這件事 告訴你的下一代 你身邊的朋友知道 討論一次 讓他們再記得一次 知道一次 你不知道這件事的 上Google 上Yahoo 上YouTube 就搜尋一下 六四這兩個字 你會看到很多資料 因為你生活在香港 你還有很多自由 請你珍惜 我們那邊 有一個小小的回應版 如果你完成了 這個悼念儀式之後 有任何的感想 有任何的回應 無論是給我們 或是給當年的學生 死難者都好 你可以寫下小小的東西 貼在這裡 我們這一班歌姐 也很歡迎大家 繼續留下 我們有更加多的溝通 交流 聊天 很感謝你們 為何你們今天會選到 尖沙咀碼頭這個位置做呢 其實我們選擇地址的方法是 因為我們想接觸 港九世界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悼念應該只在維園裏面 其實之前我們還在元朗 國安國和各地址的地方都會出國 我們也有了 好 感謝你們 OK 謝謝大家 愿你实诚 愿你实诚 但你听话在故事 愿你不愧 愿你不愧 我爱从家 或我爱从眼前 唯要在暴雨中找到真是 牺牲的敬礁折带 天与你 忌恼的心灵万彩魔罪 心灵无处 无人有梦要灵彩 愿你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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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愛性靜待將靈魂滅去 借口 拋開孤雷 想不再見愛 如今 夜 夜了 情愛性靜待將靈魂滅去 借口 拋開孤雷 想不再見愛 我們是一個悼念儀式 但悼念的不只是 是二十二年前的亡魂 死亡的還有很多 五月十二日 四川大地震三周年 中國南方都市報社論 他這樣說 我們都知道死亡已經來臨 而慰望等候在一旁 寄予著死亡的第二次光臨 如果不悼念 慰望就會越來越強大 今天的制止就是為了拒絕慰望 拒絕再一次失去你們 而以後的紀念 目的無他 亦都只是為了 再一次一次證明給你們知道 我們從來沒有遠離 我們一直都是一致 哪怕遇到死亡和恐懼的威脅 每天都看完 大家 剛才看過片 你也知道為何人們會放在尖沙咀碼頭做美 尖沙咀碼頭 他要給多些人知道 給各區的人 例如港九新界的人 都要知道 到底 現在發生甚麼事 他們希望收到宣傳效果 因為剛才看片大家都看到 有在旺角行專項區 亦都有在銅鑼灣蘇谷附近 亦都有元朗廣場旁邊 這些地方都是人流比較多 因為其實他們 你剛才說其他那幾個地方 他將會在未來幾天都會運動 因為他們今晚28號 其實就是會在上水新都廣場旁邊 晚上8點到10點鐘 他們就會繼續擺盪一波 然後明天 下午1點到4點 就在銅鑼灣行人專項區 29日的時候 就會在那裏表演 還有在遊行隊伍中間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星期五 6月3日 和6月4日 他們都會晚上有個表演 6月4日還會早些 4點到10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下去 看看他們怎樣報哀音 亦都可以在那個時間下去 亦都可以在那個時間下去 亦都可以上網上Facebook 打六四報哀音那幾天都可以找到的 這個叫做沒有製作 這班團體叫做 英文叫做M Production 是的 他們有一個Facebook的網頁 即是Facebook.com 然後斜讀 The Life Again 64 就是L-I-F-E-A-G-A-I-N 六十四 是阿拉伯屬目字 六四那兩個字 大家也可以上網頁去看看 因為其實 這個形式 現在大家以前一直都很輕易說 要集會好像要埋埋一大班 只是坐在一個維園 他們剛才說了 只是一個地方不夠的 為什麼他們會要巡迴 香港九龍新界這麼多地方 希望多些人知道 或者有些人可能 好日都不出來銅鑼灣 好日都不出來尖沙咀的 新界都知道 即是自由行 買完奶粉 沒錯 變了多些人會知道真相 多些人會知道 究竟二十二年前 即是這個月和下個月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尖沙咀碼頭 也不是每一年有人在搞六四 有關的一些活動 其實早兩年的時候 我都拍了一個很有趣的 可以去把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09年的時候 有人在六四之前 就在尖沙咀碼頭那個縫頂 即是那個 那裡就貼了一張紙 寫著媽媽我肯我 但我吃不下 就不知一邊的 其實在另外一邊就是 巴士入站那邊 最高的那個都不知道 那些人可以跳上去 可以爬上去 貼了一張一模一樣 是很奇怪 這張紙貼過六四 也沒有人撕過 很奇怪 但剛才除了一張貼紙搶 最搶的其實是綠色衣服 有自己綠色 成身綠色的行馬藝術家 其實他就是透過扮成一個軍人 而且也做到很血涼涼的 你看他的眼睛 來多一張照片 還有一張 其實你看到他 紅色的手 其實就代表沾滿鮮血 其實就是拿著槍 其實他就是在說 做一個行馬藝術 說到六四的時候 是 在北京那些解放軍的那個場面 就是模擬當時的那個情況 其實 所以六四尖沙咀碼頭 是不是第一年有人在這裡搞事 也不過是這樣的 政府當時一直說要拆了巴士總站 是你來做什麼 什麼改建做露天廣場 好像特拉法加廣場 英國的特拉法加廣場 是做什麼呢 市民有什麼不滿呢 要抗爭上街 圍埋在這裡搞事 放火的地方 就是要問多特區政府一次 你是不是怕死爺不死 現在激不死 還要拆多個地方 做什麼廣場 喂 聚眾啊大佬 其實是不是曲線夠降呢 這些真的離譜 爺看到這件事 要捉回那些什麼官員問責 好不如這樣 現在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再講一下 下節回來再講一下其他事情 好啊 下次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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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好 回到第二節的影片故後 剛才講完這麼沉重的節日 真的不可以是節日 其實這是國殤日 國殤紀念 其實中國自古以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 很多一些很愛國的人 是的 詩人亦都出了不少是愛國詩人 快要有一個節日 紀念愛國詩人 其中一個愛國詩人 就是屈原 接下來有一個節日 叫端午節 紀念愛國詩人 屈原 大家都清楚 屈原到底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 現在韓國好像Camp 屈原是韓國人 蛤 要找找資料 你有沒有聽過那件事 我第一次聽 你沒有聽過 我完全沒有聽過 不知為何韓國Camp 說屈原不是中國人 是韓國的人 這個真是天風夜譚 我覺得屈原在我的認識 一直都是中國人 為何會這樣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無論如何 現在講這個屈原 和這個端午節的關係 可能很多小孩子 都只知道他跳河 投河自信 但是中間他為何事 投河自信 可能沒有人記得 我想沒有人記得 要先找書 可能大家今天看完我們節目之後 但是好了 端午節對於香港人來說 最表面要做些什麼呢 爬龍舟和食粽 就先講一下總這家東西 話說昨天我上了任國棟的辦事處 那邊的區議員任國棟先生 因為拿回一點點物資 怎知道他們在做總 其實每年煤氣公司 都會派一些材料給一些區議員 他們可以做些總 送給一些街坊的 昨晚他們那裏就變成制總工場 結果做多了 送了兩隻給我 也挺好吃 話說是這樣的 我之前 我家有一個認識的人 也是弄種的 他弄得挺好吃 然後我爸爸另外再買一隻 榮華製造的種 但是那隻很難吃 不知為何是苦的 所以 種可以試一下不同的味道 會不會下了起雲劑 那隻東西 很難說 我覺得有點像 我吃下了 榮華那隻種是有點苦的 講開一點點東西 起雲劑有什麼事 如果大家這幾天 有看台灣新聞 就知道呢 等於這個台灣版的最清安事件 但是香港到今天才開始大大亂做 就是說某一些台式飲品店 可能會受到牽連 但是人家說了整個禮拜 我真是想問 香港政府是不是真的太後知後覺呢 整件事慢了幾拍 傳媒 可能也不是政府的錯 可能政府正在做事 但是傳媒真是這次慢了幾拍 完全是 真的就算有做 沒有啊 是禮拜頭的時候 都是小小段 根本上都沒有太多 其實現在香港和台灣的關係 這麼密切的時候 食品安全是多麼受到影響 這次是很大件事 我們現在有一位朋友 是不是現在在台灣 好像是Michael Moore 是嗎 毛主席現在就在台灣 等他回來之後 我們就可能要叫他 正式協商會議的節目裡面 沒錯 講一下這個喜雲劑事件 沒錯 我覺得要交代 變成很大件事 不是大家變成 喝的飲品 就變成喝膠 吃膠吃得太多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喝膠喝得太多 就是會膠了 有機會中毒變膠人 變膠人 好了 回到剛才 剛才說了總 除了總之外 其實端午節 爬龍舟 爬龍舟 是不是最好看 我們一起爬 可以的 我覺得他們的團隊精神 他們的模型 那些節奏 是很漂亮的 巴士公司都好像有爬 每年都有巴士隊 是不是九巴 好像有隊爬 今年不知道是嗎 我記得以前有中電 匯豐甚至UST 即是科大都有 李嘉誠那間公司有沒有爬 他們好像是 港燈 如果沒有記錯 港燈 港燈 往往我不記得有沒有出隊 要不要出理事力場 出理事力場 都屈肌了 贏了 其他的不用玩 這樣 其實說回龍舟 水就抽完 龍舟每一年 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地方會爬 香港 例如沙田城門河會有 會 柴灣海培也會有 還有哪些地方 你記得 尖沙咀 尖沙咀東部海濱那裏 那個是龍舟國際邀請賽 國際邀請賽 然後 屯門河有沒有試過 屯門也有的 屯門那邊有 我記得好像在海邊那邊爬 香港仔我沒有記錯都有搞過 但可能規模沒有那麼大 我記得小時候 尤馬地避風塘那邊都好像曾經試過 曾經聽過 好像十幾年前的事 不過好像對外國人來說 或者外國人來到香港 如果看節慶那些 像你所說 剛才尖東那個 會比較觸目一點 因為其實是龍法局 旅遊事務處 他們都有份去主辦 是的 就是那個會比較最大規模 以及最多參賽隊伍 因為那個 他一方面就是多些傳媒曝光 另一方面就是 可能那個吸引力會大 因為他是會請了外國那些人 去爬龍舟 是的 中國人和外國人去 鬼佬爬龍舟 是的 中西合璧 所以結果發生的事 很多外國人會來 近這幾年 還有什麼呢 不如先把頭看 把網頁按下 其實就是 今年有個 國際龍舟邀請賽的網頁 大家看看 除了有國際龍舟邀請賽 看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看呢 還有新歷唱飲樂園 17號至19號 在八周年紀念花園 勁飲啤酒 還有歌舞表演 還有這個國際龍舟邀請賽 其實都是17號至19號 在淺東海濱舉行 大家 怕不怕建議 喝醉了下去 參選 都有點擔心 會不會醉架呢 這樣 要不要醉架 醉架 可能要 醉架可能會影響一個圖 一個不齊 然後整個很噁心 叫我整條龍舟 不知道 我真的在想 應該沒有 我們沒有叫八十後 做個團 八十後龍舟隊 對 八十後龍舟青年 為什麼沒有 龍舟青年團 八十後龍舟青年 民主青年團 這樣不行嗎 青年公民又行不行 青年公民有沒有那麼多人 青年公民加民主青年 兩邊加起來應該有吧 再不然就加社民連 不如找些力量 不夠力的 人民的力量 還是選民的力量 還是公民的力量 你覺得公民的力量 好像你選擇哪一樣 你都未想清楚 那些力量都是差不多 是吧 不知道 上幾集我們某位嘉賓 就直接說了四句大字 我們聽到嘴唇不敢說下去 哈哈 出鏡 大鑊 不過剛剛水抽完了 其實說回到底發生什麼事 尖東每一年 大家看龍舟這麼開心 要國際邀請在各地的城市 但是發生的事 知不知道到時候 星光大道會架起什麼 說去鐵馬 那你也要封路 不是鐵馬 搞錯了 那些鐵盤 被人坐在那裡看龍舟 就是台 好了 他外面的配套 那些人怎麼來 靠巴士和港鐵 但如果是團團 很多這些都會來看這些 旅遊巴停哪裏 但是外面那裏 已經封了 那三天24小時 往年就是這樣的 其實呢 星光大道 外面那十個上樂客位 那些旅遊巴的上樂客位 平時已經蒸多觸兆 那幾天就會全面封閉 所有人都不可以開旅遊巴 停在那裏上樂客 那他們去哪裏 他們要去其他地方 上樂客之後 才叫那些遊客走過來 附近呢 你要留意 附近是沒有哪裏 哪裏可以上樂客 除了那裏 如果要去星光大道那裏 那裏的情況 因為最近的 要是要去到蘇哥 即是蘇士巴里道 對面 是呀 喜萊登對面 喜萊登對面 那裏才有合法的上樂客區 給樑遊巴 那要是要停哪裏呢 要是要停到老遠 要停尖東 是否華貿 那裏的事務處 又這麼煲 煲這個節目 到時肯定會不止 那麼小團 尖沙水 一向旅遊巴 拍位不夠 還要你封那10個信 那裏 到底到時的東西 怎麼來呢 好 還有那些車 那些旅遊巴 那裏就算不是來看龍洲 人家都會旅行 是要去旅遊的 喂 那裏怎麼辦 到時我們這些旅遊巴 放在那裏 平時已經不夠位了 平時那裏 十個位都已經放了二十架車 一路吃飯時間 喂 就算是閒時 他都十個位 都幾乎幾乎都敷了八個 喂 怎麼搞啊 今年 提一提 我們知道 一定有這些政府部門 正在看我們這些節目 提一提你們 今年很醒醒定定 麻煩 開回足夠的旅遊巴 去尖沙咀 給一些旅遊巴 如果不是 你到時摸一些 臨時安排 又好像去年聖誕的時候 無緣無故在封路 由日乾 晚上封路 你被人走出來看燈飾 OK啊 正路啊 你封了那些標籤 但是到第二天早上 你的路都解封了 你竟然 還是封了那些標籤 上了報的了 去年 不是開玩笑 這件事 如果你們今次都不做些事情 去補償這班旅遊巴司機 他們沒有地方擺車 和上樓客的問題 準備又是見報的了 我真的提醒你們 麻煩 我希望你們做好這件事 不是想要令到你們去見報 是呀 我覺得這件事搞定了 沒有了混亂 政府部門又不會這麼尷尬 變成大家都會開心 起碼旅遊巴司機 他們也有位置拍 這樣叫開心 有方便他們吃飯 是的 其實這件事都不是沒試過 即是要用了摩地道的巴士總站 擺旅遊巴作為一個臨時停泊 在東亞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試過的了 因為你講時 都在尖東海皮搞放煙花 那些臨時安排 你都是把那些旅遊巴 都停泊進去那裡 這樣便可以讓他們隨時站著去做事 如果今次國際龍舟邀請賽 大會是有旅遊巴 安排去做一些觀眾 一些建議的 麻煩想清楚 怎樣去做好這件事 提就提了你了 我們就真的不想見到你們出事的 老老實實 即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告訴你 我一定會下來巡區 那幾天 即是如果因為不夠旅遊巴 沒有位上落 選到要被警察抄牌 即是如果是這樣的 我們一定會跟進的 這件事 跟你說定都可以了 是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 可以想想不同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是的 還有說完六爬龍舟 然後剛才又說到巴士 是的 是的 原來快要有巴士在香港消失了 又有巴士消失 是不是又有熱狗來的 不是 這次是冷馬先 其實也有熱狗的款 不過我們先去第一張 上網看看 1992年我拍下的一張照 我記得這隻是 尼蘭奧林彼安11米 類似這樣的東西 是的 這部是第一部 香港成功試驗的 雙層 成功試驗了 是OK的 雙層冷氣三族巴士 那麼這部車呢 當年就是行六號線去做試驗的 是 就是由這個尖沙咀碼頭去美孚的 那麼好了 這一部 這一套 這一部其實已經退了 不過這一款 這一部車成功之後 帶來了149部同款的冷氣巴士 那麼最後一張照片看看 後來這些就是 就是三八號那時候 一條過海特快路線 那麼第一代的 真是叫做量產型的 雙層冷氣巴士 這隻是尼蘭奧林彼安 是的 再下一張 這部是第一部上廣告 嗯 我覺得這隻是經典型號來的 這隻是香港第一隻 我們現在的坐巴士 有冷氣雙層巴士都這麼舒服 因為這隻車成功了 我們才可以一直坐 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幾個年後 因為剛才第一部那部 是1988年引入香港的 但是到量產型來到香港 是八九年九零年的時候 其實由它開始投入服務 到今天都已經接近整個歷史 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記得很小時候已經坐這些車 就是剛才我們說六四 是二十二年 剛才第一架那架是二十三年 肯定 肯定 原來比這個 這隻款大家看過那幾張照片 全部那些車都已經拖了 原來不知不覺地 我們平時雖然在街上 見很多白色的冷氣巴士 九巴的 但是原來這隻款 已經一路是基本上退了 再來多一些照片 一路看照一路說 這一部曾經是九巴改裝過 和商台做一個合作 報導交通消息的 一個九巴直播室 戶外的直播室 這個我又見過 不過我忘記了裡面 它是否 上層是趕到一個客廳 拆了椅子 放了一張沙發 當年是現在爛了 我也上去看 這部車 那時候這張照片拍攝的時候 就是在洪館外的開幕禮 當時是商業一台那邊跟他去做的 我很記得那時候會小時候 部署青衫機 看看他會不會去到家樓下 有一次他會來過 是的 再去多一張照片 在裝車的時間 當時是在屯門的巴士裝陷廠 以前這個廠 我們香港大部份的巴士 都是在那裡裝陷成形的 有一個底盤 奧林平安這部車 是在香港裝過車身的 途中這一部 其實已經是屬於做 量產型的第二代 就是第一代的小改款的機器 這一部 那再下一張照片 裝陷完之後 就是整把車廠 以前屯門廠外面 是放了很多 剛剛裝陷完的巴士 那時候我們香港所有的巴士 基本上都是在香港陷的 但是現在已經不服這件事 因為已經搬上大陸 或者在英國原廠 整個買回來陷了 因為以前在英國陷了 很貴 但是因為後來 所有車運到香港陷了之後 成本是低的 誰知道現在因為大陸的 人工更便宜 那變了很多車運到大陸陷 然後那個 因為你經營一間廠房 你沒有訂單的時候 你雕空其實都是浪費的 那巴士公司 現在就把屯門廠外面廠 變成一個市場 變成一個店 即是存放一些物資的地方 那現在其實香港是沒有再 陷一些雙層的巴士 那九巴 那它本身可能都 即是它可能有行動的需要 或者它要擺巴士 或者要將一些巴士廠改用途 其實它是收縮了整個行動的 所以才會越來越 變成它 後來就說 我就算留在香港陷一架車 就算便宜也好 但問題是 因為那塊地 我這樣在那裂空 其實對它來說 其實是一個浪費 但它寧願 部分車在英國原裝入 就好過 英國安裝後才運來 再下一張照片 這一張就是 第三代這輛的冷氣巴士 可以說它做 這隻已經是黃色的 那種是嗎 不是 因為照片是發黃的 其實你看看 這款都是在屯門廠外拍的 那這一部車 這一批是只有十多架 這一天改款 因為再之後 已經離難這間車廠 已經是沒有了 已經被富豪車廠收購了 後來再出的叫富豪 奧林比安 變成這一批車 現在是香港最後一批 這輛冷氣雙層巴士 甚至現在剩下 還有應該一至兩輛 是沒有冷氣的巴士 這輛奧林比安 其實本身原本都應該會 砌成這樣 但是當年就是什麼事 為什麼會變成 做沒有冷氣的巴士 因為當時 香港政府 下一些區議會 那些區議員 就很反對 說空調化這麼急速 結果有50部 買了回來的底盤 本來是說要裝冷氣的底盤 那些是買了東西回來 誰知道就是這樣 推遲了計劃 變成不裝冷氣上去 結果變成了熱狗 如果不是其實應該 還有50架 就是前去應該 九巴本身是 前去應該是買了200架 這輛奧林比安地的冷氣 雙層三軸巴士 但是結果只有150架 是冷氣的形式出來的 所以到接下來 6月的21、22日左右 其實最後這一批車 不論是熱狗還是冷馬 都將會退役 剛剛還有一些照片 剛剛巴士迷會那邊 巴士迷世界 搞了一個油渴 就是其實 上一個星期日的時候 不過那天下雨 就是出去 給大家那些巴士迷 再坐一次這輛車 懷面一下 還有跑上一些 平時他都沒有什麼機會 再跑上去的高速公路 因為其實這輛車 基本上 就算現在還在走的時候 巴士公司 都盡量不讓他上公路線走 因為都拍了100年多 已經18年了 這輛車 都終極要退役了 這輛車 所以那天還有幾張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我特地去坐了拍了 旁邊還租了一輛乘巴的同款 不過就長一點 12米的巴士出來 乘巴那邊 乘巴那邊應該暫時還未退完 乘巴那邊 不過乘巴這款 和乘巴那款 都有點不同 國外貿 所以各有各的特色 有些不同 還有多張照片 這個就是遊園 回到美孚巴士總站那裡 其實這一輛車 剛剛我們途中這輛車 其實已經是這款 最後一輛 是150輛 即是到6月 我忘記21至22 看行車證那裡 就會是最後一天 如果大家在街上 如果還想坐這輛車 趁這一段 還有僅存一個月不夠的時間 其實可以入新界北區 因為這輛車 在上水那邊應該行273A 印象中 大家都還有機會可以坐下 其實 講到尾 還有一輛 就是熱狗 剛才 是熱狗 就是怎樣 那輛熱狗 車牌是GB2444 這輛車主要是行尖馬的路線 是 原來是尖馬的 是呀 其實它主要是行五號線的 這一輛車 大家要去撞 就真的要久等一下 那輛車是固定的 正常來說 不過我勸大家 如果真的有心去等 就去尖沙咀碼頭等 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尖沙咀碼頭那邊 它等五號的時候 還有一個機會 一號A 有可能這輛車都試過 會被人調到一號A走的 是 不過主要都是走五號 那變成呢 在尖馬等 就可以叫雙飛 即是如果它沒有走到五號 的話 你就不會在庫山那邊吃風 等也等不到車 然後我等等等不到 如果你真的等到五號 在尖馬呢 五號一號A 你等了大半天都不見 即是你那天不幸運 不好意思 這件事 沒有話可說 這些是看賽數的 這個是天意 我記不記得天意 當年有個運輸署的官員說 屯門公路嵌石是天意 被人罵到狗塞 我記得 那個人也是派交 那個好像叫呂崇義 你有沒有記錯 我忘記名字 即是看回資料 即是所以說交官就是特別多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九七後 就更加多 是不是曲線夠港 即是今天很熱 我還記住 有一件事是追引數的 聲洩醫生在網上已經撤了水 是的 他撤了 至少他都撤了 鄭宇華走了 我們現在叫他下去 他說很舒服 在摩地道走過去 尖沙咀碼頭 他都還未出來 那條數不要以為不了了之 我們一樣遲早都跟他繼續追數 鄭宇華你記住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其實 下個星期六月四日 到底那一集節目我們會怎樣做呢 到時 如果RTV這邊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 因為有其他事情要直播 假設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其他特別的事情要做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要我們暫停或者延遲的話 我們那一集都會繼續在這裏 講巴士和六四還有事情要說 不過今集我就先買個關子 到底怎樣玩呢 下一集回來的尖前故後 拜拜 我們一定會跟大家講講巴士和六四 我們怎樣在內地的巴士和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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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線和六四 結果那一邊都是一路都沒事的 去年玩完 怎樣玩完 下個星期 各位 尖前故後 拜拜 昨天的 太陽 和六四 禮得 希望 昨天的 好 不